如果您持有商业投资物业,打算卖房,那么如何为银行评估做准备呢? 大家好,我叫毛建平,是PMML的商业地产经纪 对于买卖过投资物业的客人来说,大家都知道,在办理贷款的时候,银行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银行是要根据最终的报告来计算最终的贷款金额的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为银行评估环节做准备,去争取到最大的评估价 首先,建议找一个当地的评估师,因为他们对您的物业所在的区域以及社区是非常了解的 这样是有助于给物业评估出一个最好的价格 二,准备好您的物业 对于评估来说呢,一个物业的外在形象是影响评估师对这个物业的印象的 所以得体、干净、安全很重要 比如户外未修剪的草坪、堆积的垃圾、缺失的瓦片、脱落的墙皮、包露的电线 缺失的楼梯扶手、发霉的地毯等等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评估师对这个物业的判断的 要知道,虽然是买家花钱请的评估师 但是评估师最终是为银行工作的 因为银行根据评估报告来判断这个物业到底是不是值offer上这个价格 毕竟银行给一个房子贷款也是银行的投资 所以它要控制风险 三,提前为评估师做好相关的文件准备 可以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也可以通过email来发 通常这些文件可以包含以下的内容 详细的房源介绍 以受房源的成交记录 虽然评估师自己也会去调查周边房源的过去六个月的成交价 但是您对您这个区域是最了解的 如果您了解到周边有哪些以受的房源特别值得参照 我们都可以准备出来 装修或者维修清单 最好能附上每一项对应的发票 并且注明当时的花费的金额 如果有装修前和装修后的照片对比 那么也可以一起附上 递税 校税和市政评估 如果是新建房呢 那么项目的图纸以及完成的标准的细节等文件呢 是也是需要提供的 过去的评估报告 如果有的话最好一起附上 租金的清单以及详细的租约 联系方式包括电话Email以及可以跟评估师交代好 如果过后有什么需要的信息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在卖房的时候呢 房屋评估环节是特别重要的 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为评估师准备尽可能全的信息 也许评估师自己会去收集这些信息 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会节省他的时间 给予方便 同时呢 他也会很感谢我们用心的准备 为我们的评估到 为我们的评估做到最好的价格 相信这个视频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实用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收藏 我是毛建平 PML商业地产经纪